色色色千古疑惑 君子时德小人常乐 大丈夫也难拔 每人关过 念这么几句唐诗 这是唐诗吗 这是卖唐的说的是 商场来呀 得先念这个 你瞧这就不合适了 来就来吧 还花钱干嘛呀 再一个 那还那么些个的 每逢周五周六啊 咱们这儿啊 说单口相声 这个单口的不好说 为什么呢 你瞧这对口的吗 两个人能互相配合 我给您说段相声啊 这么说呀 一个人怎么弄 我自个儿说自个儿 大伙也不爱听 而且来说 单口相声跟评书之间 瓜葛很大 有人说了啊 说你们这跟评书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过去是先有的评书 后有的单口相声 有朋友说了 我看过资料 我也听过录音 说你们这单口相声啊 有八大棍 什么叫八大棍呢 解释不一样 有人说了啊 说这是富贵的贵 八大贵 有人说了 说的过程当中 台上有根棍 说一段敲一下 说一段敲一下 这也不准确 因为我们跟卖香油的 终归是有区别的 那么说 为什么叫八大棍呢 有一个来由 当初相声演员呢 一般来说都跟地上演出 街头路边啊 天桥啊 龙福寺啊 都跟这儿 画个圈 这叫画锅 老百姓都围上来 说一段 一要钱 说一段 一要钱 可是最早呢 评书演员很有身份 马上来叫上去 说书的那是先生 说书先生 挣钱挣的也多 相声演员呢 没有人家挣的多 一瞧他说这个 我也能说呀 我们也来吧 相声演员一说评书 要了命了 怎么呢 故事里边 加上了很多幽默的笑料 评书演员这儿掉座 满坑满谷 这屋坐着一万四千多人 门口这一说单口相声 还剩仨 一开门的 一倒水的 一打惊的 评书演员很不宣分 这也得找他们呀 带着很多人找来了 你们不能说 那么双方呢 谈判谈这事 最后 评书界跟相声界 算是说妥了 你们可以说 但是成本大套的不能说 怎么办呢 从我们的书里边摘出一部分给你们 没头没尾 所以现在您去听去吧 张广泰回家呀 三喜春一夜马寿出世啊 什么康熙私访月明楼啊 这些个故事 咱们出的书上都有 听录音也有 没有挨着的 没头没尾 就当中掐这么一段 为什么呀 为的是你们 不能连上 这是当初的一个协议 所以说如果评书是一棵大树 顶天立地 那么当口相声呢 就把大树的头去了 尾去了 只干全去了 叫圣子们八个棍了 这是一种说法 叫八个棍 而且呢 一个人表演 跳出跳入 也没有帮忙的 也没有伴奏的 也没有伴舞的 没有什么道具 就这几样 有手绢 醒墨 扇子 这扇子有规矩 老先生们说了 拿起扇子来 两三句话 必须得用上 说演员站台热了 我抄起来 不允许 为什么呢 他闹得很 这说书 这糊涂着 不可以 拿起来之后 这是道具 这么来就是枪 这就是笔 这就是刀 这就是养了脑 各个的说法 还有这块手绢 说写信 这就是信 说圣旨 就是圣旨 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蒙着脑子上 就是头巾 谁要是瞧 您街上有一棵树没印 您就蒙上这个 找我来 发财的机会 就算是来了 那么今天说的 这个故事呢 叫枪毙言锐声 这是上海滩 1920年发生的一件真事 我们这基本都是真事 是吧 那有人说不是真事的 你得说的跟真事似的 这件事情 离了现在有一段时间了 讲当年上海滩十里扬长 繁华所在 灯红酒绿 霓虹璀 在近现代史上 上海滩 值得是大书特书 在当初这个特书的年代 发生了很多 世风沦丧的故事 现在虽然说 这个时代是灰飞烟灭了 但是呢 有些个事情 还是值得把它翻出来 咱们学习一下其中一些的意义 这件事情呢 在当时全国没有不知道 为什么没人不知道呢 事情很奇怪 当事人是一个极聪明的人 他能够摆脱警方无数次的追捕 可见他智慧过人 但是事情的起因 又不值得他这么做 事有点意思 1920年 六月份的一天 清晨起来 按现在中转说 五点来中 六点左右 天啊 已经亮了 但是街上的行人不是很多 在上海的郊区 徐家汇麦田附近 由南往北 走了一个人 穿装打扮呢 很破旧 戴了一破草帽 胡子拉叉的 这人姓蓝 叫蓝贵生 不是上海本地人 原籍是山东 来到上海这儿 打工为生 什么都干 最近找了一伙 给上海的戏园子 刷戏胞 那阵来说 上海滩上剧场很多呀 名家也非常的多 见天演戏 这戏胞子一天贴好几回 拎着一个浆货桶子 一卷的戏胞 拿着刷子 去给人家刷细胞去 有打徐家汇这往城里走 没钱坐车 也坐不起呀 路过这麦田这儿了 觉得肚子不舒服 早晨呢 这个西州喝多了 怎么呢 头天晚上 因为家里穷嘛 吃不起别的 熬了一大锅粥 早晨呢 还剩一碗 要单吃这一碗呢 不饱 兑了一锅水 咕咚咕咚 全喝下了 喝完赶紧走吧 走到这儿 觉得不行了 这点水啊 逐渐的往下走 亲说得了 我到麦田里边 方便一下 把东西放在麦田外边 分开这个草啊 往里边就走 来到里边 找一地儿 左右瞧就没人 解这裤腰带 打算方便方便 猛然间这眼 往旁边一溜 就这人觉得浑身上下 都是鸡皮疙瘩 脖子后边冒凉风 嗷唠一嗓子 都起了嘎掉了 怎么了 瞧见一个死人 一具无名的女士 穿着一身仿愁的裤裤 脖子上边 勒着一条丝带 眼睛舌头都凸出来了 而且脸上啊 要烂了一件 看这意思 死的时间不短了 懒鬼神 嗷唠一嗓子 看了不见了 我这死人也了 脉步往外就跑 这得报案呢 找巡警 一层一层的 把这案子就报上来了 该哪管呢 上海地方检察厅 得往这报 检察厅的厅长姓丁 叫丁一帆 四十来岁 能耐不错 口才啊什么都挺好 就是多少有点顽事不公 清晨起来 往自己的办公桌后边一坐 有一个秘书叫王文元 给丁一帆把早饭准备齐了 检察厅的厅长 吃东西这摆谱啊 桌子上摆满了 这是其的红茶 绿茶 咖啡 豆浆 豆腐脑 馄饨 啊 素馄饨啊 摆齐了 生煎馒头啊 生煎包子 有馅的没馅的 板空桌都摆满了 往这一坐 打开这张 早间新闻的报纸 从上到下看着 门一开 蓝鬼生进来了 谁不能领进来的呢 秘书王文元 往这一站 厅长 来了 把报纸放去 啊 来了 来了 怎么了 那个我早晨起来 没问你那个 你那腿底下怎么了 怎么了 站在这就害怕 感情这种怕关 多里多梭的 顺着裤子他尿了 腿底怎么回事 说不出话来了 王文元赶紧 报告清长 他尿了 擦呀 啊 是 擦擦 快擦 哎 找俩蹲步 记着看着这擦 擦完了给弄盆水 给弄块抹布 都擦擦都弄的啊 都弄的 很听话 擦擦窗台啊 擦擦桌子 都使弄这呢 啊 检察长端起这杯来 喝着咖啡 姓什么呀 那个 我醒了 叫什么呀 我叫蓝鬼圣 哪人啊 闪闪人 上这干嘛来了 我那个 发喜报 干杂花 生物都干 嗯 啊 多岁数了 我我几年 我我三十七了 三十七了 岁数不小了 可不是吗 哈 那个来了好几年了 就值得在这 干点大活 为胜 哈哈 哦 你这上这干嘛了呀 也没事了 哈 这不是今天早晨吗 许家会买钱呢 我看见个女的 她死了 啊 死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问我了吗 你 咱进来让我干活 还你这事闹 嗨 王 王远 警长 这有 有死人了 是 徐家会卖钱 出现一无名女士 还这事闹的 走走走赶紧 喊他们 咱们得验尸去 站起身往外走 啊 警长 我怎么办呢 啊 你接着闹 接着闹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大队人马 来自哪啊 徐家会卖钱 当地的警察 已经把这都封锁了 两边拦好了绳子 老百姓不让进 人来都扯了 周围老百姓听信了 全过来瞧 谁死了 站的人都满了 上海这些个报社的记者 也来了有三十来人 拿着本 拿着笔的 跨着照相机的 都跟这站着 车一来 大伙呼啦超 全围上来 定一番大车上下来 屁着辣嘴 指刀气扬 啊 拿着眼角 人在哪儿呢 报告厅长 在里边 有这么六七米 你们看过了吗 现场没动吗 报告厅长 没动 没动就好 打那边过了一记者 厅长 能照照相吗 好 好啊 照吧 记者举着相机 等女士就去了 定一番看看 严谨照相啊 听到吗 太不像话了 这个啊 进去看看吧 带着人来到里边 旁边有这检验力 填写诗格 怎么死的 累死的 身长多少 穿什么衣服 几受伤痕 这都填完了 把单子递过来 定一番看看 嗯 把死事先拉回去 啊 封锁现场 我说 王秘书 警长 先跟我回去 是 一块又回来了 回到了检察厅办公室 一进门 一瞧 吼 蓝桂生坐着 墙脚那喘气呢 哎呀 太累了 太累了 这比这个铁细胞 还累得多 这也尚无 你还没走呢 啊 你不是不让我走吗 我没什么事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哎呀 我走了 等会儿 你明儿还得来啊 明儿还来干什么 明儿接着坐卫生 是吗 是吧 蓝桂生走了 往这一坐 打开所有的案卷 从头到尾 仔细瞧了瞧了 正看着呢 又打外边一推门 王文元又带进一位了 接了一女的 二十四五 长得挺好看 啊 脸上抹的有红色白的 烫着头 烫着那叫飞机头啊 过去兴着了 那个年代什么飞机头啊 什么奶油烫啊 兴人烫啊 这都是当初很流行的 什么叫这个奶油烫啊 烫头的药水里边 搁奶油搁牛奶 兴人烫呢 搁点兴人路 过去这都是上层社会人 才有钱烫得起 就跟现在似的 啊 UFO数码头瓷烫 是吧 好几百烫一个 其实这三件哪样也不碍着 UFO是飞机 数码跟头发没关系 陶瓷是吃饭的碗 你说这跟烫头怎么搁一块呢 啊 其实来时门口瞧一发廊写着 新天麻辣烫 我想了半天 这是川味的 这是啊 弄一脑袋花椒 这多着苍蝇着 当时兴者 往这一进 鸟鸟停停 一走道 连腰在胯 来回来摆 第一反应想 你怎么回事 您说厅长 我们来告状来了 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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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姓啊 我姓曹 叫什么呀 我叫曹秀娟 哦 秀娟呐 什么事啊 我来告状来了 有人 劫财劫色 哦 那劫色那不着急 劫财怎么回事 啊 你先说说 我东西都丢了 哦 是什么人呐 你说来话长 你说说吧 哎 我前两天呢 我遇见一小白脸 长得这好看呢 然后我们俩就 就一块上饭店 开房间去了 这不今儿早上起来吗 我一刚一睁眼呢 进了一女的 愣说她俩是两口子 把我的医生 把我的钱呢 珠宝啊 都拿走了 她呢 站起来挺生气 她就追她去了 后来也没回来 然后问饭店伙计 人家告诉我了 说她见天跟着来这一套 这上海滩拆备党 您想我没办法 我这气得 我后来陪着抗担子回来家 穿上衣裳 我来高庄来了 您看看 怎么能抓她 哦 她叫什么呀 忘了问了 哦 你可够喇喇的啊 啊 睡三天 不人叫什么 您看这事怎么办呢 这个不好查 上海滩每天这事多了 这儿吧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啊 地址都写好了 到时候 我们会通知你 哎 我谢谢你 我们先回去了 哎 那个 有事说话啊 走了 功夫不大意 开门 王文元又带进一个来 厅长说 这还有完没完呢 我这上午这早点都凉了 你看见了 什么都没来得及吃 啊 就到这了 这见完咱不见了 您别着急 这个 这人很主要 怎么回事 死的那人呢 咱们查出来 哦 麦田 那边 麦田女士 查出真实身份 是 他是上海 福玉旅 妓女 叫莲英 哦 他死在那了 是 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呢 这是他的养父 叫王长发 把他带进来 啊 我得问他 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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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王长发过来了 年纪六十来岁 这头发挺长 一脸的油泥 一瞧着意思 就是急得够呛 拧着眉 瞪着眼着 警长 警长 我求你了 您得帮着我们 别着急 坐下坐下坐下 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我姓王 我叫王长发 我是莲英的父亲 哦 你确定死的就是莲英吗 没错 自个儿的闺女 我还不认识吗 啊 莲英是我闺女 我是他父亲 哦 你把这事说说吧 哎 要说起来话长了 莲英也不容易 家里是奇人 皇上一倒财呢 他爸爸心里就别扭了 就说着 你等会 怎么这么乱呢 你不就是他 他爸爸吗 怎么又出了一爸爸 不不不不一样 我是父亲 那个是爸爸 这点闹不清楚了 你给我讲讲 他爸爸死得早 剩下他哪儿俩啊 在杭州住着 后来也什么没办法了 跑到上海 上海有一亲戚 就是莲英的姨妈 叫金凤 早先在九安里 开剧院的 后来啊 那个剧院里边的姑娘们呢 都跑了 剩他自我一个人 这两个人也盯不下去了 哎 这个时候 他们娘俩就来了 来到这儿 我一瞧这是个好机会 因为我没事啊 就上那串门子去 当初几位姑娘在的时候呢 我教他们唱个小曲啊 什么这个 唱个小调啊 唱个快板啊 就教他们这个 哦 那你怎么成他父亲了呢 他是这样 他这个 因为我是光过一个人啊 莲英他母亲呢 也是一个人 后来呢 我们俩觉得挺合适的 我们就搬在一块住去了 这么着 我成了他的养父 哦 那么当初 你是怎么让他 走的这个风化场所呢 他怎么答应干呢 他不答应啊 可是我也全他呀 那这我说了 家图四壁 什么都没有 咱们得吃饭呢 啊 连老子带小的 上海滩上 笑贫不笑娼啊 没有钱 让人笑话 你说出去干点别的 挣着钱了 大伙还得挑大妈哥呢 可是当时这么一说呢 莲英也不干 也问这王长发 你让我做妓女 你怎么不去呢 啊 王长发都快哭了 闺女 我不是没这条件吗 啊 我要是女的 我还用你圈 啊 我打十二就干这 你知道吗 闺女 没有别的 全家老小 你瞧见了吗 你瞧你吗 啊 你瞧见你大姨 你瞧瞧爸爸我 指着你养活呢 没办法啊 干什么都一样 早出去晚回来 不丢人 三百六十行 好好出状元 好好干 疯狂越左 全靠着你呢 天天劝呢 仨人劝 啊 他妈劝 他一劝 这养父王长发也劝 架不住大伙啊 轮番的这么说他 到最后 姑娘心动了 你说不干干嘛去呢 啊 得了 这么着 挑牌营业 过去来说呢 这个妓院呢 是旧中国的一个特色 天南海北走的哪都有 而且当时各地来说呢 耗这口的人也不少 有的人呢 大笔的钱扔到这里边去 也分多少种 一种是茶围 什么叫茶围啊 一进屋 姑娘陪你喝茶 七壶茶 搁四个干果碟 挂籽啊 花生啊 针子人啊 就这类东西 摆四个碟 陪你这聊天 跟你说话 这个有时间段 到一定时间 你得续钱 而且他不是陪你一个人 这一溜开四间房子 他四间屋子来回串 因为什么 你花这个钱 就是这些 那么再熟悉一点呢 就不一样了 有留宿的呀 有包叶的 花钱很多 当时来说上海滩 娼妓事业是非常的实心的 刚做了时间不长 赶上上海娼妓界 选花国总理 什么叫花国总理呢 上海滩上 所有的这行呢 从业人员啊 选一个技术标兵 看看谁专业技巧比较好啊 对客人比较热情啊 选一个色意双绝的 各家都挑最了不起的 都摘一前三名吧 自己内部先选择一下 考核 业部考核 都考完了 一间挑三个挑四个 最后凑的一堆 上海滩找一个地儿 搭一大台子 弄了什么五彩的门呢 家家派出来都跟这儿 也有主持人 下面是哪哪哪哪 什么福玉李啊 姑娘 叫李京 这出来了 给大伙唱一歌 这一出来 他儿他 他领他领他领他 大伙投票 简短解说吧 当时上海滩是轰动一时 所有的这些爱好者们全来了 为了这台 人山人海 乌殷乌殷的 有这哥俩一块来的 也有这个父子俩一块来的 儿子笑顺 掺着爸爸 别在屋待着 快闷得哼得 咱们出去玩会儿吧 看着老头这儿看 老头高兴 看着看着 喘不上气来了 这太激动了 儿子还劝爸爸 心里去 当时来说人山人海 那么最后选举的结果呢 连英 投一名 了不起 为什么呀 他这几门功课都非常的好 母院也行 往这一站身条也好 气质也大方 你说唱一段小曲 张嘴就来 所以被称为是花国总理 这一下是了不得了 花国总理呀 花销也大 为什么呢 你要担当这个名字 你自己无论是衣着 首饰 出入这些个牌场 必须跟这个得匹配 可是来说 当时拿不出这么些钱来 买一钻戒多少钱 怎么办呢 这王长发呀 出去找首饰店 跟人家去借 借什么 借钻戒 借首饰 借着吧 每个月还多利息 过去有这么种说法 给姑娘捣饰起来 从头上到脚下 戴着红花绿花紫花 九连环 金凤狂啊 脑子哥拉早上就是切膏啊 好看 捣饰挺好 打这开始 街交上海滩 这些个文人大亨 走上流社会 跟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这种行业来说 它也是分这么几个档次 它不一样 啊 有专门跟上流这些个大亨们 这些个名士们接交的 也有这个往下走的 不同身份 有不同的待遇 所以说呢 王长发就拿这姑娘当成自己的摇钱树 今天来的这儿眼珠子都红了 我跟您说 厅长 无论如何 您得帮着我 得找着这小子 看是谁害了我姑娘 丁一凡点点头啊 哦 我明白了 这种啊 跟你是莫大的仇恨 那可不被 他害苦了我了 嗯 连英这一死 你这钱窜子算是蛇了 蛇了 存钱罐也摔了 摔了 他把你从小康社会 又退回到了 啊 当初贫困的社会 是啊 现如今我跟您说 我这下半生脱靠谁去 好 来人呢 把他塞在车上 哎 您别想 这没我的事 没说别的 上你们那儿 咱瞧瞧去 咱们问问怎么回事 哎呦 吓我一跳 你脑子冷汗 听到您别这么一惊一乍的 行不行 走 逮着出来 开着车 赶奔服于礼 来到这儿啊 警察们下来 两旁边分左右 正当中 丁一凡走进来了 脉步往里边一走 里边所有的人 全都迎出来了 有什么七八个姑娘 这边呢 有莲英的母亲 还有莲英的大姨 望外一走 丁一凡挨个儿看了看 太胖 太瘦 这还一只眼 这挺好 这挺壮的 挺好 这种一瞧 挺两夸的 还摆一姿势 哪招了 练健美的 这是 走了走去 走着这个姨妈这儿了 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干 这不是这个 这不是 听长 这是我大姨子 这叫金凤 莲英的大姨妈 这么回事 你们都在这儿呢 是 听长 您瞧瞧 这是哪股香风 把您给刮来了 你是莲英他母亲 对 我是她亲妈 听长 您看您 您来了 我们这蓬壁生辉 先过去 沸水去 把水切来了 您看看 今儿您来的不容易 找哪位姑娘 好好伺候伺候您 那就莲英吧 您来晚了 死了 你看这事 您能跟我们做主 别别哭 我问问你们 这个 莲英姑娘 死之前最后一天去哪了 死之前最后一天 我们也是正想着这个事的 我们那天想来着 有几个人请着出去 开着汽车出去都疯 我估计跟这事有关系 汽车 谁的汽车 那汽车是1135号 是上海滩上海商会 朱会长的儿子叫朱五少爷 是他的 他的车 这么说是朱五少爷 把莲英接走了吗 不是 不是 是别人借着他的车 接莲英出去 谁借他的车 哎 这人叫 闫瑞生 他经常上这来 那天呢 他借了汽车来到这 拉着我们姑娘出去玩去 可到今天 他可没来 丁一凡一听 哎 就是他 相比 这个案子 前文书咱们介绍了 花戒 啊 就是过去的娼妓 在上海来说 十里扬长 这个东西少不了 我们直到今天提这件事情 也不可避免的 说不提这段 你非把它改成一别的工作 这不可能 啊 但是这个节目呢 也只能在剧场里去说 在别的地方 估计也不让说 啊 为什么呢 这里边涉及一些个忌讳的东西 当初的严瑞生 就是一个棉花素柳 登徒子 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吃喝嫖赌 除了嫖就是赌 有一点钱了 他就得出去玩去 哼 九度无胜家呀 把钱都糟尽干净了 这算踏实 而且赌徒的心里都是这样 我今天输了 我得想法弄钱 完事还往里边投 我得把前面那个再赢回来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历史上多少位好赌的 到最后都没落好下场 比如说往远处说 有一位赵匡印 大伙都记得这个人是吧 哪的呢 宋太祖 大红脸 京剧武 他有这位 最好赌 不遇之时 就是没辙的时候 还没当皇上呢 有一天 路过一个地方 大庙 上面写了一块匾 叫神鬼天奇庙 天也晚了 没处投诉了 这住吧 迈不进来了 一瞧这里边 祸 玩上了 有一组拿着笔这记账 这蹲着这么五个人 跟着支骰子 赵匡印高兴 咱们一块玩吧 这几位挺高兴 来吧来吧来吧 蹲在这 三把五把 输了 输了给人钱呢 赵匡印说 我没带钱 没有辙 没钱 那没钱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 我盖着你们的 盖着我们的 什么时候还 应在我重孙子身上 他是开玩笑 跟人家滚赌 那意思 你要说不行 咱们就打架 我重孙子还你 没想到这几位乐坏了 太好了 你承认吗 我承认 拿出纸笔莫艳 你写上吧 哼 你们让我写就写吧 刷刷点点写完了 我今天赌博 说多少钱 若干年后 我重孙子还你们 写完了挺高兴 他也写完了 这六位 一股子尖 没了 怎么呢 这六位 神鬼天奇妙 写账的那个 是这庙里的叛官 那五位呢 是五个小鬼 知道赵匡印日后 你得深登九五当皇上 所以今天特意的 跟你一块赌博 到最后 这位赵狂印 是当了皇上 崇孙子呢 是宋徽宗赵吉 历史很会开玩笑 赵吉如果不做皇上 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我很喜欢赵吉 写的寿金铁字 画的画也相当的好 可是呢 让他当了皇上 你这个人 他不会当皇上 适合玩乐大学 花鸟鱼虫系的本科生 闲玩什么都行 他当皇上 到最后半壁江山 割舍给北藩 那位大叛官 转世偷胎 到北国 转为老郎主 腕宴阿国达 那五个小鬼 转成这位 五个殿下 其中那四的 就是腕宴金无珠 到最后带着兵来 侵犯宋氏江山 为了什么 当初赵匡印许的我们 你说的输了钱 还我们 这才把宋朝 一分为二 半壁江山给了人家 还当初的赌账 所以说这个赌钱 不是好事 那么说 严锐生 这个事 也跟这个赌钱 有关系 上海滩 他认识的妓女 是不下其数 因为当时 像他们这个爱好的是 有的是 不一样 有的是外地人 到了北京来 到了上海 要求我尝个心 上海滩 十里扬长 各式各样的 我们没见过 也有的人呢 是一天到晚就赖在这 当然了 一般来说 禁忌院都是花钱 大把的金银子往里边花 都花完了 一脚踢出去 有这样的 也有指着这挣钱的 有人说 可能 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 山西人 大伙都知道 山西人 精于算计 当然今儿在座 有山西人 跟这事没关系 咱们都是哥们 当初有这么一位 山西人 跑到上海 他拖一侧 到这个上海滩了 他都说十里扬长 有这个禁院 我得看一看 大伙一问 规矩不一样 有茶围 有干部 有包业 都不一样 一问这个包业多少钱呢 老饱子 斜着眼看 为什么呢 老饱子过去来说 心不贼 心不逮 你干不了这行 这行都是技术标兵 为什么呢 没有人性 为什么叫饱啊 咱们曾经在别的节目里 介绍过 过去来说有这么几种鸟 一种就是啸鸟 啸就是啸顺的啸 是乌鸦 小乌鸦小的时候 大乌鸦 叼着石一嘴嘴喂它 把它喂大了 老乌鸦老了 吃不了饭了 动不了了 小乌鸦出去叼石来喂老乌鸦 这叫乌鸦反扑 最孝顺的鸟 叫啸鸟 有一种叫做震鸟 还有一种呢叫恶鸟 恶鸟指的是萧 咱们总说一代萧熊 那个萧 这种鸟很厉害 一老生打蛋壳地出来 一回头 一口 先把他妈的脖子咬断了 吃爹娘的肉 它长大 这叫恶鸟 还有就是这种毒鸟 什么呀 叫震 哪个震呢 咱们总听隋扬帝 杨广 震兄徒扫 震是一种鸟 分公母 公的就是震 母的就是宝 这公鸟跟树生闹着 人们为了得到这个震呢 就把这个什么麻雀啊 这类的鸟啊 带完了 割底让他瞧见 他一瞧见 他痛快了 好些日子没吃这个了 得着吧 一张嘴流口水 口水落到树上 他飞下来 把那鸟都吃了 人们过去 把这树砍下来 拿回家晾干了 晾干之后 磨成了面 拿那个面搁在酒里边 搁在水里边 人喝完就死 饮阵止渴吗 说的是这个阵 这是公鸟 母鸟就是宝 其毒无比 他需要这不毒 他干不了这个 在妓院里边来说 老宝子 从来没有说给谁好脸啊 或者说跟你交心 没有 拿钱来 你就是天王老子 没有钱 马上给我走 所以今天一瞧 那山西人过来了 我到你们这个地方来 一瞧这意思 穿着打腕 不像花钱的样 你打算怎么着啊 我要报印 老宝子吓一跳 活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变钱啊 这贵啊 那是说五块钱吧 五块钱包一球 还没有问题啊 五块钱啊 五块钱 套五块钱 跟着啊 老宝子很高兴 那不少啊 这个当时 敢包印 都得有钱呢 找一姑娘 来好好陪着吧 两人进屋睡觉去了 一会儿工夫老薰出来 我再上套厕所 转身去了 去完厕所又回来 二十分钟 又上厕所 来回叨抖 叨抖十多回 这个妓女纳闷 这个人总上厕所 跟着出来吧 跟着出来 一瞧到后门 老薰站在门口 卖票呢 为什么呀 挣钱呢 把人骗进来 所以说当时 什么人都有 严瑞生 就是这么一个主 棉花素柳 没别的事 一天到晚的 赌完钱 奔妓院 在妓院里边 有几个相好的朋友 那这来说 起这个花名啊 上海滩有名的 小黛玉啊 什么这个 金花的 什么这类东西吧 金花据说姓渣 当时的名记啊 跟他最好的姓提 叫提宏观 提啊 就是提目的提 提宏观 是不是真名 现如今 没有地方去查验了 但当时 他们两个人 关系非常的好 呵 哎呀 已经超过 普通的妓女 和嫖客的关系 提宏观对他 也是非常的疼爱 他也喜欢提宏观 有的时候 从别处呢 蒙点钱 骗点钱来 给他花 是这么一种关系 有这么一天 瞧见提宏观 手中带一大戒指 这大钻戒 半斤多呀 呵 硕硕放光 这拉玻璃 能拉一年子 你知道吗 哎呀 颜任生 瞧这好 这个啊 这几天身上也素 分分没有 尤其是前两天呢 跟上海 在红桥赌场那玩牌 出的是蹦子节舞 怎么办呢 跟这个提宏观说 我借你这个戒指 用一下 啊 没有别的意思 我下午见朋友去 一块吃饭喝酒 戴上你这个戒指 我风光风光 我说这个不合适给你 因为什么呢 这是 朱武少爷给我的 上海商会会长的儿子 朱武少爷 他给我的 而且他要是一来 立桥 这东西不在 我怎么跟人说呢 嗨 你死心眼啊 这几天他没功夫过来 你把东西借给我 我出去 一半天回来 还给你 我跟人前露脸增光 你不是也高兴吗 三说五说 那好吧 给你吧 摘下来给他 戴在手上高兴 我先走 有事回来再说 出了门 找一档铺 把他都当了 当时要买这个戒指 按当时来说 估计得三千块钱 他呢 当也都是当一千来个钱 因为什么这东西 一到当铺啊 就给不了这笔钱 包括现在也是 你看你拿着一个东西出去 这东西 你说说想当出十块钱来 最起码 他就值个六七十 否则的话 他不当给你 那比如说 我写幅字吧 拿张纸写幅字 你拿出去 你到当铺 撑死了 给你一万块钱 知道了 因为里边包着一戒指 出去就把他当了 当完之后拿着钱 转身 就问赌场 手气真好 到那就输了 一分没胜啊 要了亲命 怎么办呢 哎呀 怎么见呢 见是得见 不见面 躲了不像话 而且从他本心来说 没想骗 他那意思 我一到那去 钱都挣回来 我一翻本 我再买俩好的 给你拿回来 想的挺好 晚上一见面 提宏观一问 哎 我那戒指哪去了 哎 这这个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呢 我告诉你啊 我这戒指啊 第一 这是五少爷给我的 这东西不能没了 第二来说 我带他带习惯了 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人呢 本身有点啊 一剪板高 一剪板低 我带这个 为了坠这点 你知道吗 你赶紧给我拿回来吧 一天催两天问 严瑞生着急了 怎么办呢 哎呀 没有办法 得了 出下策 准备害人 所以说 严瑞生到最后 走上枪毙这条道 完全跟自己 好赌好嫖 是有关系 整个上海滩 所有的这些个包打听啊 这些个侦记队啊 这些个警察 全发动起来了 全上海 搜捕严瑞生 因为什么呢 地方检察厅这位厅长 丁一凡 别看他玩事不公 但是 人很聪明 灵机一动 就是他 跑不了 前一的后果 合了一块 就是严瑞生 找吧 整个上海 追这位严瑞生 哎 敢寸了 追来追去 有人送信来了 在哪 上海滩有一个 一品香酒楼 祝少爷 提红官 严瑞生 仨人跟着吃饭呢 派人去吧 警察就来了 严瑞生很聪明 去的时候啊 就坐在靠窗户这呢 拿眼望下 啥吗 这 猛然间觉得不对劲 顺着窗户望下 探楼梯 有几个人 来回的转扭 而且看这神态 绝对 这是关面上派来的人 他跟上海滩混这么多年 什么不知道 心说行嘞 今天你们找我来 我跑吧 站起身来 二话没说 我先上那洗手间 转身出去了 祝少 提红官 没往心里去 他打这出来 顺着窝楼往上爬 爬到上面 走着房顶子 从上边走 底下这些个警察 可就上来了 上来一查没有 接着搜吧 楼上楼下 跟前拐弯摸角 全都找到了 没有 他顺着房顶子往上走 一边走 一边走 瞧着 有着聪明的警察 四四三 哎 在这了 呼拉超 顺着就追 上面也跑 底下也追 在房顶子上 是拐弯 摸角 摸角拐弯 猛然间 走了一个矮墙 这儿 自己往下 飙好了 往下一出流 咣当 砸了一个人 这种跟底针干活呢 打上面下来 咣当一下呢 哎 男的娘 你这在干什么 娘 谁啊 蓝鬼声 跟这刷浆子 正刷细胞呢 没想到有打 上面下里 咣当一下子 整个这蓝鬼声 趴着酱筒子上面 再站起身上 都是酱筒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 这是半袋 白面子 这是啊 你怎么去了 噓 你别闹 我赔衣服 真快 三下两下 一解扣 把这大褂脱下来 穿这个 你给你 我还没穿过这个 快脱 快脱 把蓝鬼声这套 全脱下来 帮着他弄好 记得了 行了 你就这事了 我穿你这个 拿起来 全套好了 身上都是酱子 把这破衣服 穿得了 一伸手 把这嘎着窝子 夹好了这条数 一拎这酱子桶 转身就走 蓝鬼声一琢磨 这可不行 一生科业饭 我吃饭的家伙 你不能闹动 你给我扎住 后边追 前面一个 后边一个 跑来跑去 到糊涂口了 颜瑞声这个地势很熟 顺小糊涂 就钻下去了 蓝鬼声身后边 来了二十个警察 在这儿了 还能吗 就是他 我瞧瞧就这蓝大罐 上 呼啦吵上来 屏吃胖吃 打了一顿 不学好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哎呀 咱的娘啊 耍娇子也犯法呀 走 拉着就走了 前面走了 大糊涂里边 颜瑞声出来了 哎呀 我就骂呀 哪亏是我呀 要换别人呢 早就让他们背着了 哎呀 我上哪去呢 正琢磨着呢 又打后边 转出一围 砰 一伸手 把这衣服抓住了 你哪去呢 哼 一回头眼珠子都绿了 狭路相逢 揪着她是一女的 我可逮着你了 我那医生都哪去了 啊 你打那天 你追你媳妇到 现在你没回来啊 我那珠宝都哪去了 再有一个 你到底叫什么呀你啊 谁呀 就是咱们前文书讲过的 上警察厅保安的那位 小娟 哎呀 你别跟我这讨论 两个人撕不一块 终归啊 这个女的打不过男的 颜瑞声一回手 从地上抄起板砖了 去里头 整排在这 血就下来了 自己转身就走 呼吧 这个小娟跟这 连裤带好 赶奔地方检察厅 这会儿 丁一凡 跟吴里生坐着呢 拿着报纸 门一开 一帮警察 把蓝桂生押进来了 蓝桂生往这一站 行长 我又找你来了 哎 你们怎么把他弄来了 颜瑞声 我们逮着了 什么颜瑞声 不是蓝桂生吗 他们打你了吗 咱们打我了 这是个误会 你别往心里去 都放开他 放开他 放开他 我谢谢你了 那我走了 等会儿 把这卫生坐着 你好几天没来了 你这都脏了 哎 奶奶娘 那以后可不敢上你们这儿 这儿干着活 门一开 王文元就打外边 把那小娟叫进来了 来来来来 别别哭上这儿来 跟厅长说 厅长一回头 现在兴这个是怎么着 这帘子都扎平了 我跟您说要了亲命了 把声一说 这么说 和你同居的那个人就叫颜瑞声 我现在我也是太知道的 没别的 您给我做主 行了 王文元 带他写个笔录去吧 有人把他领出去 这边赶紧出补票 全上海滩 贴照片 通缉这个人 颜瑞声啊 对上海是非常的熟悉 有打上海城里 他就跑出来了 连夜赶奔青浦镇 青浦镇呢 是他岳母的家 平时没事 他也不来 两口子关系不好 因为当初啊 在上海城里的时候 媳妇总劝他 你不能这样 你哪能这样 咱们得好好过日子 你瞧瞧谁就像咱家似的 你一天到晚跟外边棉花素柳的 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哪能这样呢 我跟你说啊 玉芳啊 媳妇姓宋叫宋玉芳 玉芳啊 你不明白 这是国家大事 知道吗 现在人家都兴这个 胡说八道 谁就兴这个 你琢磨一下 你看看欧西各国 除了自己的本国之外 在别处 他都弄殖民地 知道吗 这是为了国家的繁重昌盛 你别没修没套了 两口子打起来了 所以呢 媳妇也不在这住 回到了乡下 到青浦镇 回自己母亲那住 他呢 也有日子没上这来了 这一路上 好 连窜带梦 兔子都是他孙子 这快呀 来到丈母梁家 已经是半夜了 啪啪啪 一打门 功势不大 门开了 媳妇出来 哟 怎么着 不上殖民地了 先进来 回家说 进来把门一关 身子 椅在这门这 哎呀 这会儿功夫 长不良起来了 怎么了 哟 瑞生来了 有日子没来了 是瑞生是吧 瞧着眼熟 妈 是我 好孩子 你想起什么来了 不是 两个 快出了事了 古东 人就坐在地上 哎呦 快起来 快起来 女方过来 扶他 快起来 快起来 你怎么了 你这是 哎 一言难尽的 我对不起你 我早就知道 你对不起我 我知道 我不往心里去 你要能学好 咱们好好过日子 我学好也晚了 怎么了 大师一说 我杀了人了 哎呀 我的妈哟 他杀了人 别喊 一日夫妻百日恩 从你这破烂 你可对不起我 别叫唤 我回来就告诉你们一声 恐怕 恐怕咱们不能在一块 我呀 得想法走 我得往外逃 以后如果说风平浪静了 我再回来 如果说还在风头上 你可别怪我 对不起你 我有可能啊 就老死一乡 上海 娘说别去 你先别着急 你听我说啊 现如今上海 他你是回不去了 但是短期内 他们到不了清谱 你 哪儿也别去 叫在咱家里边待着 吃饭 我给你做 没事呢 跟我里看看书啊 哎 躲过这么一段时间 咱们再看 如果说 有人追到上海 你再走也不迟 你现在慌里慌张地往外走 天底下都逮你呢 真把你操着了 我闺女靠谁啊 是不是 好 那我就先 先救活救活吧 哎 你就跟这住吧 打着起跟这住 每天给他换了几身 乡下人穿的破衣服 也不让他出去 有时实在太憋悶了 晚上 自个儿出去 溜个湾去 哎 过了十天半个月 人这胆是越来越大 哎呀 没事吧 总跟屋里待着 这也不行啊 啊 这一天到晚的 算哪一道啊 我出去泡茶馆吧 跟媳妇一说 我上茶馆去溜个湾喝点水 不是你出去让人知道 没事啊 啊 我出去第一 我多拐几个湾 第二呢 我少待一会儿 没人知道 那你去吧 打这儿起 每天出去泡茶馆 泡茶馆 这茶馆啊 不光是这个北方有 南方更实行 茶馆分多少种 一种是清茶馆 就是喝茶 什么都没有 啊 去了喝茶聊天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卖吃的 一般来说呢 茶馆本身不做 挨着茶馆外边 什么卖牛头肉的啊 老烧饼的 什么都有 有的人早晨一睁眼 打家里出来 不刷牙不洗脸 先问茶馆 来在这儿 搬点笼子 一挂 跟茶馆这儿 洗脸呢 疏口啊 完事 泡上茶 一觉小吃 跟这儿吃早点 一待待一天 拿这儿呢 当上班 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 奇茶馆 茶馆里边都是 好下奇的 摆上条凳啊 桌上都铺好 七盘 三个两个 跟着下棋 还有就是书茶馆 说书的先生 跟着说茶馆 过去老北京 有一个避难茶馆 年三十的时候 还不上账的人 都上那儿去 过去有这规矩 一年欠多少钱 到年底之前 必须还清除 可是呢 天一亮大年初一了 这钱就能再拖 可是年三十之前 碰见人家 就得还人家 怎么办呢 大伙都奔这茶馆 后来管这茶馆 叫避难茶馆 现在如今 这也都没有了 那么严瑞生 去的茶馆呢 就是这个清茶馆 泡一壶茶 三老四少 坐在一块 聊天吧 天文地理 一部星象 什么叫历史 哪叫地理啊 就没有不知道 全聊 他跟别人聊呢 人家说点香气的事啊 说点什么新鲜事啊 他不懂 他呢 爱跟别人说 说什么呢 宅他自个儿 他会说上海滩 上海滩 哪吃的好 哪玩的好 哪家妓院 哪个姑娘漂亮 哪个老宝子横 他都能说 说的头头是道 跟巧的大伙都知道 还有一了不起的人啊 这种对上海滩 没有不了解的 咱们去问去吧 可是乡下也有真鸡队 一来二去 这名声算是传出去了 真鸡队里去 还有这么一组呢 正好上边 让我们带颜瑞生 咱们瞧瞧吧 就在后边悄悄的跟着他 这小子太聪明了 三回两回觉得不对劲 有人悄悄的要接近我 从这回来 闭门不出 哪也不去 可是在屋里躺着躺着 突然间觉得不行 如果说他们察觉出我在清谱 那么到这掏 一掏一个准 看来这儿不能再待了 把媳妇叫出来 跟丈母娘一说 我得走 跪着好了 箱子 以后 如果说风平浪静 我得回来 咱们好好过日子 如果说不行的话 那就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 媳妇也哭 哎呦 这不要了亲命吗 正哭着 啪啪啪 外面砸门 言语声一笑 好 来了 箱子都没拿一台腿 蹭 后窗户踹开 踩着凳子出去 跑了 跟机队的警察再进来再翻吧 什么都没有 屋里就剩这个 你俩跟这哭 那也没用啊 查吧 不光上海抓他 这还不公文通缉令 天下到处都贴 当时上海的申报 这些大报纸 每天都有 关于沿岸 这件事情的进展如何 游打上海跑出来 先奔到青岛 到青岛东转转西转转 一瞧青岛街上 也有自己的相片 暗暗叫着自己啊 万没想到啊 处处有陷阱 青岛不能待了 走 游打青岛坐船 敢奔唐姑 由唐姑奔天津 到天津找北门一个小客栈 住去之后 一天到晚也没什么正事 干嘛去呢 我逛街吧 街上逛完了 哎 听戏去 天津大小 戏园的很多 一瞧啊 这出水牌子了 明珠平戏舍 唱平戏 杜石娘活捉孙父 他这这瞧瞧 迈不往里边走 火急瞧 大爷穿的阔子 快来吧 往这一让座 提上茶水 过去唱杜石娘啊 唱全了 不像现在 现在杜石娘一头江死了 就算完了 老年间唱这个戏 杜石娘头江 这一死 给判官 把这事一说 判官派这个小鬼啊 带着杜石娘去找孙父 算账 杜石娘的鬼魂要活捉孙父 把孙父掐死 过去有这么一场戏 现在已经失传了 阎瑞生坐地瞧着 杜石娘站在台上 骂这孙父 连骂带卷 骂完了唱 唱完了骂 旁边几个听戏的 还跟人搭闪 对 就这样 亏了心 走哪好不了 非死不可 阎瑞生气的 我不听了 我都 站起身 回客栈 躺下之后 睡不着觉 人亏了心了 走到哪 心也不踏实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抬头看了看 从小窗户瞧了瞧 一弯斜月 照在中天 心里边来回的翻等 家里怎么样 媳妇怎么样 上海滩这些个捕快 这些个包打听 这些个警察 找我找到什么程度 他们会知道我在天津吗 如果天津待不下去 我还能去哪呢 这时候已经是夜静更深 万类无声 正琢磨着 猛然间就觉得门呢 咯啦 咯啦 门开了 阎瑞生 净凌凌打一冷战 有打门外 低头一瞧 轻轻的 进了两只脚 穿着是轻布鞋 当时吓坏了 谁 大爷 我姐插房的 你们还插房呢 我们这半夜插房 怕您丢东西 你给我出去 哎呀 吓死我了 坐起来心说 这地我是不能待了 我非这么吓死我呀 我走 转天起来 买票 奔哪 山东 来到济南府 东瞧瞧 看看这儿 逛逛那儿 看看济南府 不错 可是身上的钱花的也差不多了 临出来的时候 到时带了点钱 而且还有几件金银首饰 也花的差不多了 最后就剩下这个大钻戒了 哎呀 这个钻戒怎么办呢 我有一钻戒 我把当的了 来到这个当铺 跟掌柜例说 您看我有一钻戒 他说这东西是好 可有一样 济南府 我们这儿不收钻戒 您这个得上北平 上天津 哈 您早说 把天津来的 跟那儿忘了当了 说怎么办呢 可是再回店房 一进门 掌柜的伙计都等着他呢 这位大爷 您住了可不少日子了 一天到晚四个菜八个汤的 多少您得给点钱吧 您现在欠钱欠了不少了 这个 是这么回事 我这个 我你什么 你哪个你啊 有钱没钱 没有钱了 我以后 您先记账行吗 那不行 我们这儿没有卖本的 没法给您记 再一个 我也不认识你啊 不是我真没有钱 没钱 刮风下雨 不知道 都是有钱 没钱 不知道 在外边走 身上一分钱不带 创了卖鸡蛋 怎么办呢 扒他 呼啦吵 火就过来 气质咔嚓 把大褂给扒了 我告诉你 要不然赶紧走 要不然 想装拿钱 熟大褂 哼 你们有王法吗 你们啊 你们太不像话了 啊 没王法 好 来人哪 去 叫警察去 哎 别别别别 挺好 挺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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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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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呢 心说警察也来 我算完了 一件大褂算什么 给他不要了 打这儿出来 打街上走 自己是散魂落魄 又打对面来个警察 这警察一边走啊 一边攥一酒瓶子 喝了醉了 马虎的 两个人一不留神 俩肩膀碰了一块 四肩日生一回头 你 创人的 警察看看他 干嘛 创了你啊 创了你就对了 告诉你 你给老子看病去 知道吗 你创了我了 我还给你看病 我告诉你啊 你别 眼熟啊 别走啊 一转身掏出一张纸来 通缉令 哎 闫瑞生 叫这一声喊 闫瑞生 一零零打一冷战 我的妈呀 追到这儿来跑吧 迈步往前跑 这一组 打过瓶子来 不是这个 别吵 呼啦吵一下子 出了一帮警察 后面追 前面跑后面追 追来追去 追到河边这儿 闫瑞生会游泳了 咚一下子跳里边 围守着警察 不喊 我跟着一块跳 进去就喊 我不会游泳啊 救命啊 这帮警察过去 拿大竹竿子往上捞 把这警察捞上来了 闫瑞生打河里 跑到队岸去 凝干身上的水 擦擦脸上 心想怎么办呢 一瞧周围是旷野荒郊 哪有车站呢 我去哪啊 旁边有一个老大爷 跟街边坐着呢 大爷我问你一下 哪有火车站呢 去徐州 怎么走 上徐州啊 你就往前走 过了这个坎啊 往东去 再走这么五六里 有一火车站 天天就去徐州的车 你去吧 哎我现在转身出去 往前走 来到车站 上火车 奔徐州 来到徐州下了车 身上可是纷纷没有了 我怎么办呢 上哪去 我得吃饭呢 一琢磨 徐州离上海 算是挺远的 我估计这儿的人不认识我 我找个工作吧 我干点什么了 干什么呢 做买卖不行 人来人往的 哎 现如今我在火车站这 我这么着 我找这站长 问问这里边 有没有我的活 也不用抛头露面 跟外界接触 写些东西算算账 好 来到这一说 我找站长 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我这个找工作 你等会吧 工夫不大 把站长找来了 啊 站长啊 是刚打上海调来的 啊 您找我呀 是我找你 我那个 找一工作 哦 找一工作 你有什么文凭之类的吗 甚至还真带着了 拿出来 你看我这个 我大学生 你看您这用得上我吗 太用得上你了 啊 太好了 你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这事就定下来了 你待着别动啊 来来来 来几个人 给这先生倒茶 没吃饭了吧 给端饭去端饭去 你们几个啊 伺候他 喝 严育生高兴 你看见吗 有文凭到哪都吃香 刚来到这儿 四个人伺候我 吃吧 甩开菜帮子 撩开后桃牙 饭菜炉 长江流水 四风卷残云 跟倒土香子里 这这啥子 全吃了 战长出来高兴 幸福的坏 一脑袋汗 打电话报警 我逮着严瑞生了 简短结说 徐州地方警察 先把严瑞生捆起来了 通报上海 丁一凡一听 怎么着递着了 走啊 忙员 咱们徐州玩一场去 连接人 坐车来再聊徐州 到了徐州警署 地方官员出来了 这是检察长 您好 现在这人呢 压在这了 您看看吧 门打开了 里边绑着严瑞生 刚吃完饭就给捆上了 跟这站着 一句话不说 是紧闭双唇 眼睛低着 丁一凡走进来乐了 哈哈哈哈 要是没认错 您是严先生吧 严瑞生 我很佩服你啊 啊 在经费不多 后有追兵的情况下 自费旅游了好几个城市 很好啊 嗯 到现在我就不明白 你是一个念过书的人 怎么会出此下策呢 啊 你媳妇宋玉芳找过好多次 跟我提这个事 她是一个挺贤惠的人 一再的哀求 能不能不让你死 我就纳闷 天下的好媳妇 怎么都让坏蛋拐走了呢 哎 还有一件事 需要告诉你 你的红颜知己 提宏观 被你的好朋友 朱武少爷笑纳了 以后你踏踏实实的 不用考虑他 还有这么一个人呢 我不敢让他见你 这人叫王长发 他后半辈的幸福 让你给毁了 他那闺女联姻啊 让你给弄死了 现在我把你们俩 搁一个屋里边 他什么菜都不救 就能把你吃了 而且打进来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严先生一语不发 我估计你这嘴里边有东西 拿手一掰 嘴里横着那钻戒了 丁一番拿手K出来 我说什么来着 你妨碍说话 这个钻戒可是不小啊 这得值好几千呢 严先生 算你狠 啊 这一拳都打着 整砸着眼睛 当时就清了 丁一番乐乐 我是以礼服人的 来吧 把这带回去吧 严瑞生押解到上海 整个上海滩都轰动了 有一人特别的兴奋 谁呀 王长发 太好了 我一定得让他死啊 我不能让他活呀 恳求地方检察厅为民除害 为民做主 一审这位 严瑞生啊 事情才水落石出 怎么呢 当初啊 还不了这钻戒 因为这个钻戒 他当了 当完之后就没有钻戒了 怎么办呢 可是还得见提宏观 猛然想起来了 有一次我见过妓女连英 他手上有一大钻戒 那钻戒啊 没半斤也有四两 这也太好了 我要把他弄过来多好 想了又想 最后决定是停而走险 找了俩朋友 方春山 还有一个吴二 这两位呢 都是地面上的地皮无赖 吴二会开车 方春山呢胆大 一说这事 你们帮我干件事 我准备 把连英骗出来 找一个人不知 鬼不脚的地 把他弄死 身上的金银细软 我只要一个钻戒 再要几件 掩不钱的东西 剩下的 你们哥俩评分 这哥俩说这行啊 这是人命关天 你管那个 你这钱是真的 再一个 这个事不会有人查得出来 咱们把他弄到 徐家会卖田去 死尸往里面一拉 这会天也快热了 俩仨越进不去人 再发现他都烂了 哪找去 也行 那你听您的吧 首先得有辆汽车呀 当时上海滩上汽车 那是屈指可数 都是名人大亨们才有 那这也没有这个什么出租车 一概都没有 想来想去 想到朱武少爷这儿 朱武少爷有车 找来了 燕瑞生一说 我准备借您这车 出去办点事去 一定不给您割了 不给您弄坏了 完事加满油送回来 我说 爱说这个 这车一般来说 我们不送人呢 也不借人呢 那怎么办呢 哎呀 您就咱们好朋友 好哥们 您放心吧 三说五说 朱武少爷 莫不开面子 给你吧 当时那个司机姓陈 陈师傅开出来 来到这个外边 闫瑞生掏出两个钱来 给你这个 你被车搁着 你洗澡去吧 洗完澡你回家 多在我送车 你接车就行了 还有武少爷说 让我别离开车 你看再来两块 给你 那您慢着点 我先回去了 拿着四块钱他走了 把这两位 吴二房春餐都叫来 这开车出去 去哪 来到这个 莲英这妓院 这一说 今天我没有辆车 咱们出去兜风去吧 外边看一看大千世界 多好啊 那个年头能坐车出去 那是一种享受 也是身份的象征 不是每个人都做过 莲英说那好 那我捣吃捣吃吧 变成一声乐了 太好了 好好捣吃捣吃 那金饰品你别忘了 骑着咔嚓全都带好了 打钻戒 金的银的铜的铁的 全都带上了 捣吃干干干干的 换的挺漂亮 喷上四斤香水 这出来了 来到车上 外外兜风吧 晚上啊 天也黑了 十里洋场啊 上海滩里边很热 但是旺败一走 也是荒芜人间 尤其那一阵的徐家会 那是一片荒野 都是麦田 没有什么行人 来到这了 把车一停 哼 一瞧啊 瞧这麦浪 高兴 下车吧 站在车底下 颜瑞生 莲英 站在头里边 那两位跟后边 颜瑞生还指呢 你看看 多好看呢 风吹 美浪 他是不会这段 好看 咱们上里边瞧下去 那里边有什么好玩的 里边刺激着呢 来吧 扶着莲英 迈步往里边就走 后边这两位 一位拿根绳子 一位手里拿一瓶子 瓶子里装的是迷药 钻好了 后边跟着 颜瑞生拿手搂着这肩膀 来来来 你瞧去这儿啊 你看那边 呵呵 你看那个树多好看呢 你看那个树怎么没叶呢 你看 是吧 连英还纳闷 那个树怎么没叶呢 俩人高兴 一边嘴边唱小曲呢 今天没有事 往里边就走 拿手搭着肩膀 猛一回头 后边这哥俩知道了 往前来 绳子往脖子上一套 据当时报刊记载啊 据这个嫌疑人最后自己说 绳子套到脖子上的时候 连英还以为是开玩笑 还乐呢 没乐几声 人就背过气去了 后边 迷药瓶子拿过来 往嘴上这么一灌 人当时就没有知觉了 瞎手真狠啊 拿绳子一来 使劲往两边一拽 最后这个人是没了气 扔着地上 叶瑞生一条这儿不行 这儿还靠马路 往里边打 这俩小子一耗脑力 一拽脚子 往里边就走 拽的过程使劲太大了 连头发都懒下一把来 懒得里边扔好了 把身上这些东西全摘下来了 什么叫金子 哪个叫银子 什么叫钻石 叙叙叙叙 全弄下来 失魂落魄 忘回就走 上了车几人先分赃 哎呀 开车回来 给人送车 是夜里两点 陈师傅都要睡了 你这几点才回来 刚才五少爷还问呢 说你们回来没回来 你说这我怎么说 别拿别拿 再来两块来来来 要给拿两块钱 把车倒进去 三人回来 那哥俩找地洗澡 喝酒去了 闫瑞生呢 带着这些个东西 转身也回去 本来想马上到提红关那去 可是一瞧自己身上啊 除了泥就是土 先洗澡吧 洗澡 换衣服 去找提红关 提红关说 这个你怎么才来啊 这么晚呢 是啊 没别的 我把这个戒指给你 哎不对 这不是我那个 我那比这个个大 还你瞧瞧 那这样吧 你要是不要的话 明后天 我给你换你那个去 所以说这个戒指 没给提红关 是这么个原因 他本来想啊 把这个再当了 添点钱 把那个赎回来 可没等赎回来 这个事就暴露了 所以说天下追他 到最后在徐州 把严润生抓住了 当时整个上海滩 全都轰动了 尤其是王长发 一定要把严润生置于死地 不能让他活 到最后 严润生提出来了 我呀 估计也活不了了 上海滩对我来说 也没有什么可依恋的了 死也就死了 但是 我有个要求 在我死之前这段时间 我要求 好吃好喝 那么最后上海警方呢 也就满足他这要求 因为严润生本身呢 就是一个吃喝嫖赌的人 最后死之前 这一个院里边 每天鸡鸭鱼肉 他爱吃东西 他点出来 警方给他去买 一直到最后 枪毙的时候在哪呢 上海龙华操场 人山人海 整个上海 他人全都来了 为什么呢 咱们中国人有一个 很好的习惯 好看热闹 你慢说枪毙人了 接上打架还得瞧去呢 是吧 这个事不能不看 人都来了 在操场的门口 有这么几个人 很让大伙吃惊 一个就是提宏观 长得也漂亮 岁数也不大 站在这 闷闷的哭 旁边站着一个 年轻的小伙子 不住的劝 这是提宏观 和诸武少爷 旁边呢 还有这么娘俩 宋玉芳和她的母亲 娘俩也是搂的一块哭 哭到不是哭言认声 哭宋玉芳 自己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这是他们娘俩 还有几位 站在旁边 敲楼打鼓放鞭炮的 王长发 请了好些个朋友来 给大伙预备的水 预备啥水啊 预备点心 他跟着弄个鼓 枪动枪了 起枪去 枪动枪了 起枪去 他高兴 正午时分 有车 把这三位全都拉进来 有人架着严瑞生 往当中衣柜 行行的枪啊 全都举起来了 严瑞生抬头看了看四周啊 叹了口气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晚了 蹭的一声 死尸倒在地上 鲜血涌现出来 这就是上海滩轰动一时 枪毙 颜瑞生 出席的一声 都得放下来 散开